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我们活在焦虑当中 我们活在紧张当中 我们活在忧虑当中 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关心这些 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的发展 我们就知道其中一个病是很多人遇到的 叫做忧郁症 甚至有一个统计的数字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数字会不会太过夸张 他说三个人当中呢 可能就有一个人会有忧郁的一些的症状等等 所以有人曾经形容过 忧郁症就好像是精神方面的三风感冒 就好像我们身体的三风感冒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这个时代呢 这么多人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呢 按照这个统计数字呢 为什么这个时代呢 这么多人会遇到情绪上的问题 会遇到心理上的问题 会遇到精神上的问题 难道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呢 是在温室里长大的小花 是不堪一击的呢 他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我曾经听过一个精神科 专科医生非常有权威的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我非常的赞成 他说很常的时候呢 所谓的精神的问题呢 心理上的问题呢 很有可能就是你里面有内在的冲突 所谓的内在的冲突就是 Internal Conflict 里面有一些所谓的内在的冲突 这个内在的冲突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个内在的冲突就是 你不能接纳你自己 在理想中你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 可是现实中你却是另外一种人 或者是在理想当中 你希望你有这方面的成就 可是在现实当中 你却没有办法有这方面的成就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呢 可能我们活在一个情况当中 就是身旁的人一直告诉你 他们理想中的你是怎么样的 父母告诉你 理想中的你是怎么样的 然后其他的重要他人 可能公公婆婆啊 或者其他包括老师等等啊 他们会告诉你 他们理想中的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在过程当中呢 你开始有一个所谓的理想中的你出现 可是你会发现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很长的时候你达不到这个所谓理想中的你 你就开始不能接纳自己 打个比方吧 你的父母可能希望你是一个完全听话 不顽皮的小孩子 可是现实中各位弟兄姐妹 有哪一个孩子不顽皮呢 就算最乖的孩子呢 有时候也有稍微顽皮的时候嘛 那是正常嘛 因为那是小孩子嘛 然后呢 可能在理想中呢 你的父母或者是重要他人 或者你的老师 要你做到十全十美 不可以有任何的错误 有任何的错误呢 就开始责备你 比如考试的时候 你不小心做错一题 结果就有很多的责备 很多的惩罚在那里 所以就开始 你就会发现到 哦 我没有办法做到十全十美 因为现实当中呢 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十全十美 所以就开始不能接纳自己 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这样 但是有好多的精神上的状况 心理上的问题呢 就是因为你内在有这个冲突 你内在有这个冲突 你不能接纳你自己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你不能够跟你自己和好 你要怎么样知道 你能不能够接纳自己呢 你要怎么样知道 你内在有没有冲突呢 你要怎么样知道 你跟自己会不会和好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 当月身冷静的时候 你放下你手上所有的工作 也不要看电视 那个时候也不要看圣经 也不要祷告 你静静地坐那边 跟你相处 跟你自己相处 看你能够做多久 如果你只能够做半分钟的话呢 那就表示你跟自己很难相处 如果你只能够做一分钟的话呢 虽然比半分钟还好一些 但是基本上也很难跟自己相处 所以呢 当你做这个试验的时候 你发现到你自己都不能坐在那边 跟你自己好好相处的话 你多么想离开那个地方 或者你多么想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情况是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要怪别人很难跟你相处 因为你自己都很难跟你自己相处 所以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呢 通常就是因为你不能接纳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一段经文呢 告诉我们要如何才能够自己接纳自己 要如何才能够接纳你自己 要如何才能够跟自己和好 要跟自己和好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 而这个先决条件就会决定了 你能不能够跟自己和好 而只有当你跟你自己和好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期待别人很舒服的跟你在一起 你才能够期待别人很喜欢跟你在一起 你才能够期待你跟别人和好 如果你自己都不能够跟自己和好的话呢 你自己都不能接纳自己的话呢 你又怎么期待别人能够跟你和好 你又怎么期待别人能够接纳你呢 很实际的一个情况就是 当我们不能接纳自己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难去接纳别人 如果你是父母的话 你注意看一件事情 如果你有很多孩子的话 通常你最不喜欢的那个孩子 我所说的最不喜欢并不是说 父母有对孩子有偏爱 所以这个词也不是很恰当 更恰当的就是 你会发现到 这么多孩子当中 可能会有一两个 总是让你很容易生气 你很容易发怒 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呢 或者你叫身旁人帮你看的话呢 通常那一两个孩子 你最容易被记怒的 最容易发怒的 通常这一两个孩子 他的性格是最像你的 他的态度也是最像你的 所以其实孩子是一面禁止 很常的时候 你不是不能接纳他 因为你不能接纳你自己 从他身上看到你的影子 你就很容易被激怒了 所以你要怎样才能够 跟人家有好的关系呢 要怎样才能够接纳别人呢 首先第一点你要做的是 接纳你自己 接纳你自己 可是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接纳你自己呢 还有更首先的第一点 我刚才讲 要能够接纳别人 你第一点要做的是先接纳自己 可是要怎样才能够接纳自己呢 还有更早更首先的第一点 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 我们一同的来看 圣经罗马书第五章 第六节到第十一节 罗马书第五章 第六节到第十一节 我们一起的来 看这段经文 可以跟着我一起的来读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趋 为罪人死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感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写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 得与神和好 这一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 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和好 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了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第一点 如果你要能够接纳你自己的话 你要能够跟自己和好的话 首先你必须清楚一件事情 你必须要先跟神和好 如果你不能够跟神和好的话 你不能够跟你的创造主和好的话 你是很难能够跟你自己和好 因为你不能接纳自己 除非你知道一件事情 除非你知道一件事情 有一个创造主 有一位神 有一个更高的存在者 那就是我们的上帝 除非你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 这位创造你的上帝 这位更高的存在者 他已经接纳你了 你才能够接纳你自己 因为祂是创造你的 你是祂创造的 如果祂能够接纳你的话 你才能够接纳你自己 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的神是到怎么样的地步 接纳我们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我也是遇到一些精神上 心理上的困扰 然后有一个福导人 就跟我讲了一句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上帝已经因为耶稣基督 完全接纳你了 如果你不能接纳你自己的话 难道你比上帝还大吗 上帝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接纳你了 完全接纳你了 你还不能接纳你自己 难道你比上帝还大吗 然后第二点 这位福导人又跟我讲了第二句话 我们很常不能接纳自己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犯了很多的罪 我们很难接纳自己 过去曾经做过这些错误 过去曾经犯过这些错 甚至现在有时候还会软弱犯错 甚至很常的时候 都会有软弱犯错的时候 我们不能接纳我们自己 但是这位福导人说的第二句话 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直到今天 他说什么呢 因为耶稣基督上帝已经无条件的赦免你的罪了 原谅你了 你还不能原谅你自己 难道你比上帝还圣洁吗 因为耶稣基督上帝已经完全饶恕你 赦免你的罪了 你还不能原谅你自己 难道你比上帝还圣洁吗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除非你先很肯定知道 这位上帝已经完全赦免你的罪 这位上帝已经完全饶恕你 这位上帝已经完全接纳你 除非你先知道这一点 而因为耶稣基督你已经与这位上帝和好了 你要先了解到这一点 先认识到这一点 你才能够接纳你自己 你才能够原谅你自己 而你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你一定要到达这个地步 我不要讲做到这一点 这不是很好的词 更好的词是 你一定要到达到这个地步 什么地步呢 就是接纳自己 原谅自己 因为只有当你到达了这个地步 你跟自己能够相处的时候 别人才能够跟你有很好的相处 你的太太 你的先生才能够跟你有好的相处 你的孩子才能够跟你有好的相处 你的同事 你的上司 你的下属 才能够跟你有好的相处 为了你自己的好 为了其他人的好 快点来到神的那里 认识到你的这一位神 祂怎么接纳你 祂怎么样接纳你 祂爱你到什么地步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看的经文 是第六节到第八节 我们先看这一段 我敢保证 这一段可以很震撼我们 包括我自己在内 当圣灵引导我去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 祂给我的震撼实在是非常的大 你知道大到什么地步吗 大到我突然间觉得 原来我过去的认识是非常的不完全 甚至不正确的 我过去怎么样被教导呢 我过去被教导说 你一定要够好 上帝才来帮助你 你一定要够好 上帝才来拯救你 你一定要够好 上帝才会向你施恩 上帝才会给你恩典 上帝才会祝福你 你一定要够好 你要表现够好 表现出你的虔诚 让上帝看到你的虔诚 如果神没有看到你的虔诚的话呢 祂是不会向你施恩的 祂是不会赦免你的罪的 祂是不会赐福给你的 甚至祂还会跟你发怒 这是我从小被教导的 你知道吗 在主路学也是这样子被教导 说你的上帝在看着你 小心你做错什么事 神的震怒就要领到你的身上 如果你要上帝对你好 要有神的恩典 你要先做得好 你要够虔诚 你要有那种悔改的行动 悔改很重要 我要再讲悔改很重要 但是有时候当你把悔改跟这些行为混杂在一起的话呢 我们很容易误会了悔改的意思 我们这几次的讲道都一再告诉你 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 如果你不懂的话 去听我们之前的讲道 就是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 所以很常的时候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是我们有时候会把真理跟律法 跟人的想法混杂在一起 变成我们误解它的意思了 所以那时候从小就这样子被教导 然后再加上我们华人的家庭 大家都知道吗 我们从小都被灌输了一个观念 你要听话 爸爸妈妈才爱你 你看你又让爸爸伤心了 你看你又让爸爸失望了 你知道我们从小就灌输了一个 很不正确的观念吗 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你的情绪是你自己负责 你不能够说别人害你生气 因为不管别人做什么事 决定生气不生气的人是你 所以也不要从小灌输孩子这种观念 好像他需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 然后结果呢 他也会认为说别人要为他的情绪负责 错 我们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 不是别人害你生气 是你自己选择生气 所以这个很重要 不要一开始就让孩子 活在那种没有界限的情况之下 让他们开始不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我们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你要够听话 爸爸妈妈才爱你哦 你要考出好成绩 你才是爸爸妈妈的乖孩子哦 所以我们开始有这种教导 就变成说 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 如果你要父母爱你的话 你要先做到他的要求 然后我们就把这种观念 投射在我们的上帝的身上 如果你要上帝爱你的话 你要先达到他的要求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你要看的这段经文 前半段会震撼你的思想 因为他震撼了我的思想 我们来看 第六节到第八节 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感做的 我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这是第一段我们要看的 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第八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为你死 等到你有一天表现不错了 你懂得回到他那里了 你懂得向他祷告了 他才为你死 是吗 这是这段经文的教导吗 如果是的话呢 我敢跟你保证 到今天耶稣还没有善事自己 耶稣不是等到你做得比较好 他才来爱你 耶稣不是等到你达到他的标准 他的要求 他才来爱你 没有错 在旧约的情况之下 在律法之下 你一定要达到那个要求 神才会祝福你 你一定要达到那个要求 神的救恩才能够领到你的身上 而我们看到了 在旧约时期 在律法的时代 那个要求是实权实美 要做到完全才算 问题是 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完全 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而耶稣在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很震撼我们 这段经文虽然我看过很多次之前 一直到有一天神提醒我 你好好看这段经文 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为你死 在你还软弱的时候 在你还是罪人的时候 什么叫做软弱 什么叫做罪人 罪人 软弱 我想这个词我们都很熟悉 软弱的意思是什么呢 软弱的意思是在道德上有缺乏 在道德上无能为力 在意志上是软弱的 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好 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完全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行对的事情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来 你根本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 那个就是软弱的意思 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得到 而且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罪人是什么呢 罪人就是犯错的人 就是不听上帝话的人 就是亡梗不灵的人 这里怎么告诉我们呢 在你还不能损责善 在你还不能损责善 在你还没有能力在意志上做决定 来做正确的决定 选择一个有高善品格道德的生命 在你还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切的时候 在你还是罪人的时候 还是抵挡上帝的时候 还是不听上帝话的时候呢 这位耶稣 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上 拯救你跟拯救我 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不要有那个误解了 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 这位上帝才接纳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 这位耶稣才选择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我们 不是 圣经讲得很清楚 在你还是软弱的时候 在你还是罪人的时候 在你跟我还在犯罪的时候 这位耶稣就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你跟我死在十字架上 你可以想象吗 这段经文怎么告诉我们 第七节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 所谓的义人是说那些品格高善 道德高善的人 很少人会去为他们死 因为一个人品格在高善 道德在高善 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吗 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所以那是很不可能的事 少有的意思是很不可能的 很没有可能的一件事情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找到一个人 为那些道德高善的 为品格高善的人而死呢 很难找到的 毕竟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自私自利 对吗 你怎么会去为一个 跟你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人死呢 跟你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人死呢 不会的 然后第二句呢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为什么讲敢做呢 这里的人人的意思是好人 这边的好人是对你好的人 所以那些对你好的人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还是会看到一些会知恩图报的 别人对他好 他也会对他好 甚至会为了他而牺牲 甚至包括牺牲生命 或许我们会找到的 当人家对你好的时候呢 也对人家好 甚至会找到说 那些饮水思源 知恩图报的 当恩人有困难的时候呢 甚至挺身而出 我们看过武侠戏吗 甚至挺身而出 为他挡了一刀 这样的事情你还会看得到 但也不多 但是耶稣是做到什么地步呢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他为罪人死 什么叫做为罪人死 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为你的敌人而死 你会觉得那是一件很傻的事情 你最喜欢看到你的敌人遭殃的马 可是当你的敌人要遭殃 差点要死的时候 你出来为他挡了一刀 还挡了一刀 什么年代了 挡了一枪比较对吧 挡了一枪 结果你自己牺牲了 他还活着 为着你的敌人而死 这是为罪人死的意思 罪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罪人就是指抵挡神的人 抵挡耶稣的人 伤害耶稣的人 做错事情 伤害耶稣的人 甚至说了一些话 污辱耶稣 说了一些话 羞辱耶稣 抵挡耶稣 做了伤害耶稣的事情 甚至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 比如门徒们 否认耶稣 其中一个门徒还出卖耶稣 就是这些伤害耶稣的事情 你可以想象吗 为一个伤害你的人而死 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找到的 为一个敌对你的人而死 这个世界上是根本找不到的 为着那些处处针对你 跟你做仇敌的人而死 这个世界上是根本不可能找得到的 但你的耶稣却顺着做这样的事情 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第一点 你要很清楚地知道 当你跟我还软弱 当你跟我还在是罪人的时候 还在抵挡耶稣的时候 这位耶稣 他用意为你跟我而死 这就是神的爱了 我再重复 当我们还做罪人 还在软弱的时候 甚至还在犯罪的时候 抵挡耶稣 伤害耶稣的时候 与耶稣为敌的时候 这位耶稣 他却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你跟我而死 这就是神的爱了 神的爱 不是因为你对他好 他才对你好 神的爱 是不管你对他怎么样 他仍然选择爱你 远远爱你 爱到底 这就是神的爱了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成熟一点 如果你是父母的话呢 你整天期待你的孩子对你好 你才对他好的话呢 我觉得你要找辅导员一些 这不是真的爱 父母不要整天把爱跟孩子当成是交换的条件 爸爸妈妈现在照顾你 你以后要养我们啊等等 你不要一开始就跟他们看到 让他们看到爱是有条件的 真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就算孩子怎么样不听话 怎么样的伤害我们呢 正确的反应就是我们仍然选择去爱他们 因为这就是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不是等他们对我们好 我们才对他们好 记住我们是父母 不是三岁小孩 所以不要跟他们有一般的见识 有时候孩子会说一些气话 比如我不喜欢你了 你不要因为他讲这句话 就开始大骂他 生气他等等 因为他只讲一句气话罢了 你要怎么回答呢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父母的话 你一定有听过你孩子讲 我不爱你了 我不喜欢你了 你要怎么回答呢 这不是一百万元的问题 你答对了 我也不会给你一百万元 但是你答对的话呢 你就很有智慧 怎么样去跟你的孩子们相处 我告诉你 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说 不喜欢你了 我不爱你了 你要怎么跟他说 你说 爸爸还是爱你 还是一样的喜欢你 爸爸仍然爱你 仍然喜欢你 让他看到你的爱 远远超过这一切 当然我们人是有软弱的 也很常会犯错 但有一点就是 你要感谢神的 你的神他一定帮助你 所以有时候 我也会失控讲话 比较大声骂孩子 但是通常 我都会跟他们道歉 对不起爸爸 刚才一时失控 脾气比较暴躁一点 也让他们看到 我们人是软弱的 我们需要耶稣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第一点 从耶稣的身上 我们学习到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不是等对方对你好 你才爱他 真正的爱不是等对方做得好 你才爱他 真正的爱不是等对方来跟你道歉 你才原谅他 这不是真的爱 这也不是真正的原谅 真正的原谅 真正的爱是 当对方还没有对你好 对方还是到处破坏你 对方还是到处抵挡你 甚至对方还在伤害你的时候 你就选择爱他 选择原谅他 这个才是真正的爱 但是你要有智慧 不要对方伤害你的时候 当然你要选择爱他 选择原谅他 但是我不是告诉你 你选择继续给他伤害 人也不能一直被伤害的 你要懂得保护自己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爱 但是各位弟兄姐妹 这里讲的是 上帝对我们的爱 这里讲的是 我们父母对孩子的爱 如果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女朋友 要求你这么爱他的话 你要拒绝 因为他应该自己选择先爱你 不是要求别人去爱他 所以不要把他用错地方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 然后父母应该要对孩子的爱 还有夫妻之间的爱 都要这样子 当对方就算对你不好的时候 你还是要选择爱他 对方就算对你不客气的时候 你还是要包容他 对方就算伤害你的话 你还是要原谅他 饶恕他 这才是真正的爱 当然我们很难做得到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 而这段经文也不是告诉你 你要做到这一点 这只是延伸出来的 这段经文要告诉你的是 你有一位耶稣这么爱你 这么爱我 当你跟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他就选择为我们死了 所以这里还牵涉到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既然在你跟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这位耶稣已经选择爱你了 那请问他的爱 会不会受你后来的表现所影响 绝对不会 所以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 不要有那种观念 哎呀 我今天圣经读少了一章 耶稣会不会比较不爱我一天 哎呀 我今天祷告少了两个字 短了两个字 耶稣会不会比较不爱我一天 哎呀 我这个心情忘记进食祷告 耶稣会不会比较不爱我一天 哎呀 我刚才不小心发脾气 哎呦 耶稣会不会不爱我了 我刚才不小心又有 肮脏污秽的思想 耶稣会不会不爱我了 各位弟兄姐妹 不要有那种想法 因为一开始 当你还是罪人的时候 这位耶稣已经爱你了 已经选择爱你 已经选择为你死了 请问接下来 他会因为你的表现而不爱你吗 不会的 在你最糟糕的时候 他都已经爱你了 请问之后 他有可能因为你的表现不好 而不爱你吗 不会的 所以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 当你跟我还是罪人的时候 他的意思很清楚 当你跟我还是罪人的时候 这位耶稣已经主动的来爱你 为你而死 所以你要记住 不是因为我们变得好 我们选择好 我们已经悔改了 已经认罪了 已经来到神的面前说 对不起我错了 这位神才爱我们 不是的 在你还是顽固不灵 还在软弱 还在犯罪的时候 这位耶稣基督已经选择爱你了 这就是主动的爱 这就是远远的爱 这是第一点 远远的爱 主动的爱 而且这个爱是远远不会改变的 因为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都已经选择爱你了 也就表示说 他不是看你表现好不好 所以就算接下来 你的表现还没有那么好 还没有达标 还是有时候会犯罪等等 他却还是一样远远爱你 因为这个爱 不是因为你的表现而来的 这个爱是他自己选择主动的爱你 有分别 如果是因为你的表现 耶稣才爱你的话 明天可以因为你表现不好 他就不爱你 但是这个爱 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他自己的选择 他自己主动委身的爱你 那这个爱是远远不会改变的 因为是完全出于他 所以同样的 夫妻之间 父母对孩子也要学习这个功课 你爱你的太太 不是因为他对你好 他比较温柔 不是 你要学习耶稣一样 你爱他 是你主动的去爱他 就算他还是 一样是破腹 你还是要爱他 OK 因为你要主动的去爱他 做妻子的也是一样 你尊重你的丈夫 你爱你的丈夫 不是等到你丈夫非常有成就的时候 你才尊重他 才爱他 不是 你要主动的去爱他 去尊重他 这才是真正的爱 我们对孩子也是一样的 不是他表现好 你才爱他 而是不管他表现好不好 你还是一样爱他 不管他听话不听话 你还是跟他显明出你的爱 让他看到你的爱 是不受改变的 因为你主动的爱他 所以神让我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我们对一个人好 不是因为他先对我们好 我们对一个人好 也不用期待他对你好 我相信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 这么多年了 有的可能十多年 有的二十多年 有的三十多年 有的四十多年 有的六十多年 有的八十多年 我年轻的时候 现在也是年轻 虽然已经四十多年了 我想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 这么多年 我想我们已经学习了 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你对人家好 人家不一定对你好 对吗 所以如果你每次对人家好 都期待人家对你好的话呢 我敢保证 你有很多的失望 所以你要学习的一个功课 也是神让我学习的一个功课 我们对人家好 不用期待人家对你好 我们对人家好 是因为耶稣这么爱我们 所以我们也爱人对他好 不是等他对你好 爱你的时候 你才去爱他对他好 不是 也不是等到 我今天对他好 他怎么还是没有回报呢 不是整天想着回报 因为耶稣已经先爱你 先对你好 所以你可以爱别人 也对别人好 这是要一个很正确的观念 所以耶稣基督主动地爱你跟我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放心 你不会失去耶稣的爱 因为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已经顺着爱你了 当然你要悔改到他面前 我要强调悔改 你必须要悔改 悔改的意思就是承认我错了 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承认我无能为力 耶稣我需要你 我只能够相信你 我只能够依靠你 除了你以外 我再也没有别的依靠了 耶稣我相信你 这就是悔改的意思 当然你要悔改到他的面前 不然的话呢 虽然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 死在死在架上了 但这个救恩 跟你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在神学上我们是这么样解释的 当两千年前 耶稣基督死在死之架上的时候呢 他是单单全世界所有人的罪 过去 现在 将来 所有的罪 他都单单了 我再重复 当耶稣基督在死之架上的时候 这也是马丁路德强调的 从加拉太书看到的 当耶稣基督在死之架上的时候 他已经单单了 全世界所有的人 过去 现在 将来 所有的罪 他都已经单单了 这个很重要 所以耶稣在死之架上的时候 也已经为你死了 虽然你跟我那时候 还有没有在这个世上 这个很重要 如果耶稣在死之架上 不是单单 所有的人 过去 现在 将来的罪的话呢 那么 因为你跟我是现在 这个时代才出生的嘛 所以耶稣还要再上一次死之架 因为他那时候 两千年前 我们还没有存在嘛 对吗 不是这样的 在两千年前 耶稣在死之架上 已经单单了 全世界 所有的人 过去 现在 将来 所有的罪 他都单单了 完全都 单单了 所以各位计算姐妹 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单单你所有的罪了 可是问题在这里 如果我们不容易悔改到他的面前的话呢 还记得烂子回头的故事吗 耶稣讲过的一个比喻就解释了 为什么悔改很重要 如果你不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的话呢 就好像那个烂子二儿子第二个儿子一样 虽然他的父亲已经原谅他了 如果他不容易悔改来到他父亲面前的话呢 他今天还是跟猪在一起 因为他走入一个困境里面 他只好去养猪 然后甚至要跟猪抢食物 但是我们知道 那时候他的父亲早就原谅他了 他的父亲早就原谅他了 而且家里的大门远远为他而开 就算他的父亲已经原谅他了 家里的大门远远为他而开 如果这个烂子不容易回来的话呢 那就算这个救恩在那里 祝福在那里 跟他有关系吗 没有 他一定要悔改到他的父亲那里 所以今天同样的 耶稣基督已经担当我们所有的罪 所以这里也是这边的意思 在你跟我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已经为我们死了 你看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说了什么话 他说父啊 赦免他们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父啊 赦免他们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有看到兵丁一边拿着铁钉 一边拿着铁锤 然后铁钉钉在他的手 一边跟耶稣说 耶稣对不起 我是被逼的 没有办法 因为我是兵丁 你有看到兵丁跟他道歉吗 没有 你有看到那些法利赛人文是说 耶稣对不起 我们不应该这么做 有吗 没有 整个过程当中 你没有听到一个人跟他讲对不起 但他却 选择 这就是真正的爱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为我们死 他赦免我们所有的罪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已经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一再强调的 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记住 不是因为在你做认罪祷告的时候 他才赦免你的罪 而是他在十字架上 已经赦免你的罪了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 我的认罪祷告要多虔诚 他才赦免你的罪 因为他赦免你的罪 不是因为你认罪祷告 他才赦免 是因为他爱你 在十字架上 担当你所有的罪 他已经赦免你的罪了 所以你的认罪祷告 够不够虔诚 够不够惨 其实不重要的 但是你必须要认罪 我在强调 你必须要认罪跟悔改 但是不是因为你的认罪跟悔改的表现 这位耶稣才赦免你的罪 不是 是这位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 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已经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我年轻的时候很顽皮了 现在也年轻了 但是没有那么顽皮了 我年轻的时候很顽皮 我很喜欢跟人家 用圣经的话语来跟人家对话 但是是顽皮了 这句话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有一天有一个基督徒问我一件事情 他说 我要跟家人去云顶 现在云顶应该是没有什么人的 我跟我的家人去云顶 我想去赌场看看可以吗 我想去试一试可以吗 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吗 我跟他说 父啊管教他吧 因为他所做的 他知道 我会信息给他 然后他告诉我说 他不敢去 跟他我这样子写 不过我这个只是年轻的时候 喜欢跟人家这样子 用圣经的话语 跟人家对话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不是讲这样的话 他说什么呢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各位弟兄姐妹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已经赦免你的罪了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是你在认罪的那一刻 他才赦免 不是 他早就赦免了 可是你一定要认罪悔改呀 为什么呢 就好像我讲的 如果你不认罪悔改的话呢 这个赦免就跟你没关系啦 如果你不认罪悔改的话呢 就好像那个烂子 他不容易回到 他父亲那里的话呢 他到今天还是跟诸在一起 如果你不容易认罪悔改的话呢 你就远远在痛苦当中 远远在罪恶当中 远远在咒诅里面 虽然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了 耶稣基督已经淡淡了 你一切的咒诅了 已经完成了 但是如果你不容易来到 他那里的话呢 你就不能享受到 他为你所成就的一切 就打个比方吧 我告诉你说 我已经开了一张一千万的支票给你 上面已经写了你的名字了 支票也写了数额了 也在支票上面 日期也写了 是完全生效的支票 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我的银行里面有那一千万 当然 我的银行没有这么多钱 只是拿一个例子吧 我的银行没有那么多钱的 我的银行目前有几个位数 一二三四五 六个位数 但是要加小数点 你们看一下小数点要加哪里 你懂了 六个位数但是要加小数点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现实的情况 不过我给大家一个比喻 那个比喻就是 如果我写了一张一千万的支票给你 上面已经有你的名字了 日期也写好了 数额也写好了 我就放在我的office等你来拿 这个已经是你的了 如果你都不要来office拿的话 请问那一千万是你的吗 跟你没关系 但是已经在那里了 我想给你 可是你不要来 不要来拿就很难 你知道其实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吗 耶稣不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甚至耶稣基督不断地呼召你 来到祂面前 耶稣基督不断地呼召你 来悔改到祂的面前 祂不但为你死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祂也一直不断地呼召你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祂的意思就是 耶稣不只为我们死 第三天复活 祂还做到一个地步 刚才我给你的例子是 我在office等你来拿支票 但是实际上 在圣经里我们看到 耶稣是主动去找你 你知道吗 主动把这个救恩 塞在你手中 但是很多人却一再地拒绝 打个比方 当然我们有这么伟大了 打个比方 我一千万的支票写好 我还送到你家门口 塞到你的手 你却一直拒绝 就这样的意思 你知道吗 真正圣经是这样的意思 耶稣爱我们到这个地步 不但为我们死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也不断地呼召我们 把救恩倾倒到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身上 可是问题是 我们用不容易接受 用不容易悔改 我们用不容易悔改 相信 真正比较正确的词是相信 因为接受还有那个行动的意思 但是圣经里面是 只要你相信 这一切就是你的 圣经那我们看到什么呢 耶稣使我们称义 第九节 靠着祂的血称义 这里称义的意思是什么呢 宣告你没有罪了 过去我们是罪人 因着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祂担当了你一切的罪 当你悔改相信祂的时候 你就是没有罪的 记住 过去我们是罪人 现在是义人 为什么能够成为义人呢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我们的罪了 然后接下来一节 更震撼我们的 第九节下半句 就更要借着祂免去神的愤怒 各位弟兄姐妹 你不但没有罪了 你不但罪得到赦免了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耶稣基督免去上帝一切的愤怒 哇 这个真的是很震撼 刚才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 我从小被教导的 你要小心哦 上帝看着你哦 只要做错事情 小心上帝会把祂的愤怒 倾倒在你的身上哦 再加上我们成长的背景 有时候父母的情绪 就像天气一样 今天你做这件事情 他们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第二天你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他们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心情不好 就不小心发怒 把你骂得很惨 我真的看过耶 所以有时候 当然那些父母没有来 来寻求我的辅导 我就不会讲太多了 但是我真的看过 有时候你如果你的管教的标准 不一致的话呢 不和谐的话呢 会让你的孩子非常的混乱 我真的看过有一种情况 就是呢 同样的动作 今天因为他父母的心情好 他们就很开心 看着孩子做 甚至还跟孩子玩 称赞孩子 然后第二天 因为心情不好 就把孩子痛骂一顿 同样的事情哦 但是因为他心情不好 就把孩子痛骂一顿 可能工作遇到压力啊 还是等等 所以各位亲戚姐妹 我们在那种背景下长大呢 我们很容易也把我们的上帝 想成是那种 心情捉摸不定 有时候会突然间生气我们 有时候又不生气我们 我们会有那种观念 因为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很容易把我们 对父亲的那种形象跟看法 投射在上帝的身上 这个很正常 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上帝是很不一样的 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把那种过去的想法 丢掉了 这里说什么呢 耶稣基督不但赦免你的罪 因为耶稣的血 那宝血你不但是称为义了 从现在开始 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呢 上帝远远不会再向你发怒了 这就是免去上帝的愤怒的意思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圣经说的 如果是陈美青说的 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如果是圣经说的话 你一定要相信 圣经讲得很清楚 第九节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和主题 现在我们自己靠着他的血 称义 称义的意思是 罪得到赦免了 你已经在法庭上被凶判是无罪的了 这个是法律的意思你知道吗 在法庭上下了一个判决 你没有罪了 为什么没有罪呢 因为耶稣的宝血 因为耶稣代替你接受惩罚 你没有罪了 然后不但如此 为什么圣经要强调呢 因为他知道我们很多人还不懂 我们很多人还以为神整天要找我们的错 整天要向我们发怒 不是的 所以圣经要再强调 不但你已经没有罪了 被凶判为没有罪了 而你已经是不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了 耶稣的宝血不但除掉你的罪 更把你从神的愤怒之下拯救出来 这就是免去神的愤怒意思 你已经不在神的愤怒之下了 用人比较容易明白的话 我差点讲用人听得懂的话 我现在讲的话是人都听得懂 我是不是一直想不到那个词 我们在英文叫做Lamington 不要用到那么学术的法律的神学的词语 用Lamington就是平常人用的词 我们华梦有时候讲火星话跟地球话 用地球话讲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就是上帝不再向你发怒了 它的意思就这么简单 因为耶稣基督神永远不会再向你发怒了 所以不要整天想 哎呦什么时候上帝会惩罚我 哎呦我以后到天上的时候 上帝一定很向我发怒 你看你做错这么多事情 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 神永远不会再向你发怒了 下次我再告诉大家一段经文 到底以后你到天上的时候 神会不会把你所有的错都拨出来 让所有人看到 下次才讲 这样你们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记得subscribe一下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OK 各位弟兄姐妹 我要讲的就是 神已经不再向你发怒了 懂吗 永远不会再向你发怒了 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 不要整天在那边担心 哎呦 上帝会不会生气我 哎呦 我又做得不好了 上帝会不会生气我 圣经讲得很清楚 神不会再向你发怒了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免去 上帝一切的愤怒 然后我要告诉大家 更重要的 听好 你只听到愤怒这个字 如果你跟我一样 喜欢看圣经永文的话 希腊文的话呢 你就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在原文里面呢 这个愤怒 我就不要读永文给你们听了 你们要的话可以自己上文操 永文里面呢 他这个愤怒的意思 还包括惩罚 我再重复 这个愤怒的意思 还包括惩罚 简单的来说 因为耶稣的宝血 我们不但得称为义 耶稣也免去了神的愤怒 我们也不在神的愤怒之下了 简单的来说呢 这个愤怒不只是讲到生气 也包括惩罚 神永远不会再惩罚你了 我再重复 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你已经没有罪了 你被称为义了 而第二点 你永远不在神的愤怒之下 上帝永远不会生气你了 第三点 这个愤怒包括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惩罚 上帝永远不会惩罚你了 我再重复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你成就的流出的宝血 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 第一 你已经是义人了 你不再是罪人了 他胸盼你是义人了 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 第二点 神不会再向你罚怒了 远远都不会向你罚怒了 第三点 神远远不会再惩罚你了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已经单单的一切的惩罚 所以因为耶稣基督 我们跟神和好了 没有愤怒就是和好了 对吗 如果你跟我之间有愤怒在那里的话 我们是和好的吗 关系修复了和好了 不但如此 我们以神为乐 我们以神为我们的骄傲 我们以神为我们的喜乐 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是非常喜乐的 是没有害怕的 如果你认为神还会惩罚你 神还会向你发怒的话 你每次来到他的面前 你一定是很怕对吗 我不懂这次他会不会向我反怒 我不懂他这次会不会怎么样惩罚我 我们一定很害怕对吗 所以圣经说什么呢 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 爱即完全就把惧怕除掉了 这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说的 爱里没有惧怕 爱即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简单的来说呢 在神的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惧怕的话呢 那就表示你跟神的关系并不健康 就好像你平常跟你父亲在一起的时候 我喜欢用父亲嘛 因为我们观念当中的父亲是比较严厉的 有没有谁在成长背景当中 是妈妈比较严厉的 我们在成长背景当中 通常都是父亲比较严厉的 对吗 父亲在家不可以看电视 父亲出门就跟妈妈一起看电视 最联系去 对吗 有没有这样的 没有啊 你们是父母都是严厉的 OK 你要为你的父母感谢神 我们要为我们的父母感谢神 他们都是爱我们的 OK 他们都是用他们能够想到最好的方法来爱我们 所以你要爱他们 懂吗 就好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一定要自己主动的去爱我们的家人 因为我们的耶稣爱我们 不是等他们对我们好我们才爱他们 不是 他们是你的家人 你要主动的去爱他们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爱你了 所以你要主动的去爱他们 所以我们观念当中呢 父亲是很严厉的 有时候会发怒 所以我们很常来到父亲的面前 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害怕的感觉 你们有吗 到爸爸面前会有害怕的感觉吗 这是正常的 因为那个情况 那个背景 我们有害怕 是正常的 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在神的爱里面 真正的爱里面 是没有害怕的 懂吗 所以你跟父亲的相处是完全没有害怕的 我恭喜你 因为你跟父亲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很亲密的关系 但是如果你还有害怕的话 那个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 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 所以你还是要为你的家人 为你的孩子 为你的父母感谢神 要远远为他们感谢神 他们一定是为你好 他们能够想到的最好 他们都已经给你了 父母对你们的爱 是完全没有界限的 你问很多的父母 他们会很为自己省权 但是孩子需要的 他们恶话不说就买 我就最近才干净力了 我一直很想买一样东西 可是好几百块 但是我的孩子因为现在在学校 老师找他要训练他参加运动会了 但是最后会成为运动员 我们不懂 不过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可是在训练的时候 需要买一双跑步鞋 然后就恶话不说 就立刻买给他 因为一双跑步鞋 比较好一点的 也是要几百块 但是我自己很想买的东西 已经过了半年了 还是下不了手 也是要几百块 那个Bluetooth耳机 因为我很喜欢听东西 Bluetooth耳机就很方便听 可是我很想买的 我都下不了手 因为这是我们父母 很正常的反应 孩子需要的 恶话不说 立刻买 只要有需要 真的有需要 就买 这是我们做父母 一定有的反应 所以你千万不要怪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是非常疼你 非常爱你的 真的 他们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但是我们的父母 跟我们一样 我们都有软弱 所以我告诉你们 我的感觉就是 我其实作为一个父亲 我的感觉就是 我在跟我的孩子们 一起长大 你知道吗 我也不是天生会做父亲的 我是一步一步慢慢学的 所以大家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学习 怎么做孩子 父母来学习 怎么做父亲 我们一起的 彼此的包容 彼此的 接纳 彼此的扶持 来建立一个 充满爱 和幸福的家庭 所以要记住 你的父母已经是 把最好的给你 而且是毫无保留的 把最好给你 至少是他们 观念当中 他们所认知当中 他们所知道的 最好给你了 但是我们都有 自己的软弱 我们必须要承认 所以我有时候 也会跟我的孩子们道歉 如果我做不好的地方 或者做错的地方 我都会跟他们道歉 也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父母也是软弱的 跟你们一起来 学习成长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就完全不需要 有那种害怕的感觉 因为他远远不会 向你发怒 也远远不会 惩罚你 这是圣经讲的 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 是没有害怕 反而是喜乐 开心 自由 是喜乐的 以神为乐 是开心的 是自由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心中还有惧怕的话呢 这表示 你跟神的关系不健康 你还没有完全 在这个爱里面 如果你完全 在这个爱里面呢 就不再有惧怕 可能当你们听到 我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呢 现场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线上的弟兄姐妹 可能你们会想 圣经不是说要敬畏神吗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讲这么多 下次我再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敬畏神 敬畏神跟害怕神 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虽然原文是同样一个字 我又告诉你原文了 但是其实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谈论敬畏神 将来我们再来谈 什么叫做敬畏神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 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 还有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 告诉我们的 当你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 在这个完全的爱里面的时候 你是没有任何惧怕 因为你的上帝 祂远远不会向你发怒 祂也远远不会惩罚你了 你要记住这些事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流出的宝血 不但洗尽你所有的罪 使你成为义人 你已经不是罪人了 只要你相信耶稣 我要再强调 你一定要相信耶稣 如果你不相信耶稣 你还是罪人 你要相信耶稣 现在就相信耶稣 只要你相信耶稣 你就不再是罪人了 不但如此 上帝远远不会向你发怒 也远远不会惩罚你了 我一再强调 基督徒 神不会惩罚你跟我 但是神会管教我们 管教的原文就是 指导我们走正确的路 而这个管教当中是 充满爱 充满喜乐 但你越用意 顺服耶稣的管教 你走的勇往路就越少 你就越喜乐 当然如果你不容易顺服耶稣的管教 耶稣不会惩罚你 但是他不会放弃 的一直来教导你 让你走正确的路 所以你要听主知道这件事情 基督徒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之后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上帝永远不会惩罚你了 上帝只会管教我们 当然我不喜欢用管教这个字 因为在原文里面 其实就是教导我们走正确的路 神会指导我们 神会指教我们 好像一个教练一样 instruct我们 指导我们 教导我们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 因为祂要教导你 让你越来越成功 让你越来越突破 让你活出更精彩的人生 我们在神里面是多么一件喜乐的事情 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以神为乐 以神为我们的骄傲 以神为我们的荣耀 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是多么喜乐的 各位弟兄姐妹 因为耶稣基督远远爱你跟我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话 抓紧这个机会 快点相信耶稣吧 脱离神的愤怒 脱离惩罚 进入这个恩典里面 进入远远的爱里面 成为远远的义人 远远在神的恩宠里面 远远在神的喜悦里面 远远与神很好 建立一个美满的关系 不是你建立 是耶稣的宝血所建立的 当你相信的时候 你就在这美好 远远幸福的关系里面 还等什么呢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话 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来祷告 一起的闭上眼睛 你就跟着我一句一句的说 亲爱的主耶稣 我要来相信你 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一生跟随你 谢谢你耶稣 远远爱我 与我同在 在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你就为我死了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谢谢你耶稣 为我所成就的一切 阿们 我们一起再来祷告 说天父上帝 我们非常的感谢你 你如此的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 拆取你的爱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担担了我们一切的罪 担担了你的愤怒 担担了一切的刑罚 让我们因着 耶稣基督的缘故 当我们相信 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不在 你的愤怒之下 我们也不在 你的刑罚之下 我们也不再 是有罪的了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都成为一人 我们都成为 你所宝贝的孩子 我们都成为 你所喜悦 所恩宠的孩子 你不但不再 向我们发怒了 你是远远 喜悦我们 爱我们 以笑脸来 迎接我们 你不但 远远不再 惩罚我们了 你要不断地 赐福我们 用你的恩典和祝福 引导我们 走正确的路 引导我们 走一个 满有你的恩高 满有你的荣耀 满有你的 大能的一条路 活出精彩的人生 我们要 顺服你 一生地来 顺服你 一生地来 跟从你 我们就要活在 这个喜悦的关系里面 我们跟你的关系 是充满着喜悦 充满的爱 我们多么渴慕 时时刻刻 跟你连接在一起 时时刻刻 来到你的面前 因为你实在地 爱我们 在你的爱里面 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 我们只有喜乐 我们只有欢呼 我们只有快乐 就好像你圣经所说的 我们要以你为乐 我们以你为我们的荣耀 我们以你为我们的骄傲 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 是充满喜乐 充满恩宠 充满喜悦的 谢谢你天父上帝 你远远爱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相信你爱子 耶稣基督的 远远都在你的爱和喜悦里面 远远都在你的祝福和同在里 谢谢你天父上帝 我们世在何等有福啊 我们一同的来领受祝福 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和圣灵的大能 参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用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主 每一天看顾你和你的家人 天父上帝要亲自保护你和你的家人 不遭遇任何的患难 不遭遇任何的灾害 不遭遇任何致命的疾病 不遭遇任何的瘟疫 没有任何的瘟疫 和致命的病毒细菌 能够攻击你 能够触碰你和你的家人 因为上帝要亲自的保护你 你出你路 神的平安 永远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